宗尚所述 那是不是咱们城里就没人了 不是啊老陈还在 那怎么能叫空城记呢 既然说是空城 那就得是空城 有一个人一匹马都不能叫做空城 想赴你这不是虚假夸大吗 这要让人家知道了多不好呀 少一点套路多一点真称 那怎么就叫 这样即使相赴你出现在空城 也不会觉得很奇怪呢 他就算中了记也挑不出什么毛病来 那老陈就去准备了 等一下相赴 你这个方案这么好 我们要让全世界都知道 宣出推广也要跟上呀 宣传 对呀我们要吵一吵话题 以后你们发微博的时候 都要带上这个话题 其实我们都在 但我们假装我们不再在这样一套空城妙记 争取冲一生儿子要是热搜榜 然后你再给几个大V发一发私信 像什么孙权呀曹操呀王朗呀 让他们帮咱转一转微博 带一带话题 不是 你要这样的话 我还不如把这话题直接写成墙上呢 相父 还是你聪明啊 那老陈就去操练了 别急相父 一会儿在城墙之上 你穿什么衣服呀 老陈就算现在这身啊 那怎么行啊相父 你现在这身衣服太丧了 一点感染力都没有嘛 咱们不要把它看成是一场简单的瘦 咱们在推敌的同时呢 还要体现出咱们巴蜀活活的且慢的话 你得换一身喜香的 醒目的 咱们给他们一点颜色看看 都别笑啊 咱们这算认上秀 打仗的都压速点 报 司马大军兵临城下 好 拿出你们最好的状态 这城市那么空 这回忆那么凶 这街道这水马龙 我能和谁相拥 Al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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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感觉我 干什么 这气氛都让你给破了 少主正在网上看着您呢 他说他不喜欢您这首歌 您听 相父 这歌好冷好沧桑啊 人家都不敢恋爱了 这会儿正打仗呢 现在他说他不喜欢 他到底想想想看他干什么呀 少主说他喜欢另外一首歌 什么歌啊 将军 您看 诸葛亮诡计多端 传令下去 一会儿让大家 都不要再话题转 是 我家大门常打开 开放怀抱等你 拥抱后就有了默契 你会爱上这里 不管远近都是客人 请不用客气 相约好了在一起 我们欢迎你 空城欢迎你 为你开箭一地 流动中的美丽 充满着朝气 将军咱们杀进去吧 且慢 将军 您是怕有仗吗 不 仗什么时候都可以打 你什么时候见我这么亮这样 超越自己 空城欢迎你 有梦想谁都了不起 有勇气就会有奇迹 说 那我们这次也是非常荣幸 请到了这个郭启麟 郭老师来给我们客串 这个报老板的第二集 您客气 那我不知道您的父亲 于谦老师对此有什么看法 有意思吗 真的你们太无聊了 我这次跟你们来拍网剧 我就是觉得会跟线上圈不一样 面倒你们也玩这种伦理梗 真的 你看 你这现场这么多人有一个乐的吗 对不起 对不起 我重新了 不知道您的父亲 郭德纲老师对此有什么看法 这就对了 来之前我父亲也跟我嘱咐了 说到这儿 好好跟各位老师学习 因为这对我来说也是一个跨界的挑战 不管怎么说以后在向上的舞台上或许也会用的到 所以说咱们多心多尽 我向各位学习 那您的母亲呢 这次有什么看法呢 我母亲的看法 跟我父亲倒差不多 祝所周知呢 她母亲有三大爱好 是这个抽烟喝酒烫头 您先等一会吧 这是我母亲 我说的是于谦 去你 我呀 人来着在这儿 仙波浪啊 潇洒教材 一二呀二哟